大家在今晚平安 大家好 哇 辛苦 辛苦 不簡單 要做一件 让人得到祝福的人生是不容易的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臺灣民政府的總目標 因為無論是任何的不同政權掌握殖民過臺灣的 沒有把臺灣當作主體性 也沒有把臺灣當作它有主權性 我是高沙族的太兒族 我們很多精英的高沙族呢 以前都叫原住民 因為他們說原住民是我們爭取不少的時間 在柳王政府建築了特別十一年 或十十二年 柳王政管的中華民國 對藩兒 藩子 公黑法的藩內 那有的是从高山主然后生翻熟翻 然后山地人变成山地三胞 平地三胞 然后这样背对三胞三地三胞 我三胞你四胞这样好吗 哦 这样也是在那儿笑话都在那边讨论说 到底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后来有人说 这样对外住民比较好 哦 没得到哦 那是先到台湾 台湾的人就先住民 有人说什么 先住民不是翘翘了 先住民在中国的字来讲是已经 已经往生了 叫做先住民 所以在那儿在那儿正处后 那个名字最后叫原住民 原来住在台湾的人 但是以前我的想法也是同样 还没有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我 想法都是差不多跟流亡政府一样 那我们是原来这边的主人啊 那我们是原来这边的主人啊 台湾人真正的主人是 原住民三地三胞啊 后来 我开始三年三年半 以前来到民政府的时候 那个观念开始改 但是 但是那个观念很后改 这个观念真的不容易改 那有的说好 既然说 三地三胞 或者是争取到原住民 因为大部分大学毕业的 精英高砂族原住民的分子说 比较喜欢说原住民 那平地人那时候 不知道我们的痛苦 那时候平地人说 也没有关系啊 三胞也可以啊 三地人有什么不好 生翻手翻有什么不好 别人这样对你说 是真正没道理 自己说 这样比较多 任何别人的歧视的名称 你替别人改 这个是不尊重别人 他自己改自己 不管好不好 那是我们尊重他个人 我在台湾中的教会 我是博叔 我是长老教会的牧师 我就是那个名字在那前处 我们在长老教会 差不多五六百个 曾经过六百多个 所有全台湾的 中路教会牧师 中路在那里讨论 这个原住民的名字 我听到北大教会 中路跟牧师 有人说 奇怪 这三地人 他们自己争取自己的名字 还来这边讨论 我听到 我心情买 真的 我心情买 心情买 我心情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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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起来讲话 那再五百多个 aposto 我对我说 我本来要用我自己的话 本來用我自己的胎兒子說,假如用我自己的話,你們聽不懂。 我們現在用自己的胎兒子,你們在外面用自己的胎兒子。 聽不懂,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原住民在背對,雖然少數,但是我們自己會尊重自己。 所以我就跟所有的牧師長老說,請問,你們自己的胎兒子的名字,或是你們自己的胎兒子。 剛剛是Baby,Babyborn,剛剛是出生的事。 是不是白人跟你母親親的人,替你和你的胎兒子的名字,和你的胎兒子的名字。 這樣有道理嗎? 有道理嗎? 當然沒有道理,跟你們母親親的人,跟你沒有親戚的人,替你的兒女取名字。 替你的子孫取名字。 但是沒有這樣的天下道理。 也是一樣。 我原住民就是自己以愛的名字。 是自己和,自己以愛的名字。 所以不是你們平地人要替我們取。 哇!有的人在拍手。 有的人就,去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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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這個不要緊,那沒關係。 現在一樣。 阿北聽到台灣民政府時, 都總是日本時代殖民建管。 然後那麼多的政權一直到現在, 沒有把台灣成為主體性,幾乎都沒有一個政權。 但是日本時代,因為他知道國際法、戰爭法、世界人權法。 所以他尊重台灣。 原來,滿清大帝。 我們知道,在初級班的時候也看過, 大帝、大清皇帝把台灣、澎湖周邊的群島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只有台灣的什麼土地? 是不是只有台灣? 只有台灣? 不是。 是像什麼? 茶? 那個台語怎麼說? 茶? 苗嗎? 哈? 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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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個茶。 那我們高沙主看以為是蟲。 苗嗎? 然後不知道,不知道原來三分之二都是高沙主的。 所以日本的時候,好高興說,我們進來了。 FOMORSA! 好高沙主看以為是蟲。 非常漂亮的美麗寶島。 結果他們就看了,咦? 不一樣啊! 一進來,怎麼沒有穿上衣的? 都是黑人的。 都在山上的。 咦? 這不對啊! 所以他們就抗議。 有的就像蟲。 咦? 不是給我們那麼好的土地嗎? 怎麼有熟飯? 怎麼生飯也在那邊? 哇! 太多的犯人在那邊。 但是,那時候就開始,日本跟高沙主就開始游擊隊。 所以秘書長為什麼常常講說,哇! 塞德克巴萊這個影片呢,讓人兩極化的看法。 第一個是說,哇! 台灣高沙主原住民真那麼兇猛。 那第二句說,哎呦! 對日本越來越恨。 因為這個是有一些仇日,逢日必反。 好像碰到日本,都一直仇恨。 這都是中華民國的伎倆。 就故意在那邊仇日, 讓我們原來的台灣美烈寶島, 本來屬於日本天皇的1895年下官條約。 那時候,讓中國人就慢慢讓日本失去台灣的地位。 他就是要籌劃。 因為蔣介石逃到台灣的時候, 他就盡量仇日、謀劃日本的不對勁。 所以這些觀念都一直存在我們所有台灣人。 任何不同的人住在台灣。 那個觀念很難。 所以有的說,哎! 這樣! 不然的話,我們原住民既然是高沙族, 原來是台灣的主人。 那我們應該是,這個都是我們的土地啊。 我就跟高沙族說,千萬千萬, 稍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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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問題是,在兩千年四千年, 還是幾百年以前, 我們高沙族都是部落。 都是部落形成。 沒有一個國家形成。 這個概念都沒有。 只有自己, 跟外國的那些族, 也是在那邊收頭、收台。 也是在那邊惡鬥啊。 有時候這個部落,同樣的族群喔。 像我們泰兒族有六個不同的, 以五個不同的方言, 語言的系統。 我是住苗栗的。 新竹、桃園、某港。 就像家。 他們講馬善,我講沙利。 類似這樣的,很多不同。 但是都是泰兒族。 所以每一個族群有, 現在有十七種, 有十四個族群。 那有一些方言語氣都不一樣。 那我也參加流亡政府, 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母語認證的老師, 還有出題的老師。 那我這個, 我進到民政府, 我就放棄了。 就交給年輕人。 那然後就說, 既然台灣原住民高沙族是台灣的主人, 那應該突顯出來。 問題是, 我們沒有整合, 沒有一個族群來整個把所有的各族群, 整合起來。 然後建立一個國家, 都沒有啊。 所以最後, 日本看準這樣的事情。 把所有台灣, 高沙族, 還是北斷, 還是香港人也強勇。 日本就花了, 除了1905年到1915年, 跟高沙族在那邊作戰, 在那邊奮鬥, 然後在那邊彼此相殺的時候, 到了1915年, 就征服了高沙族。 所以, 發現說, 原來, 日本一聽到說, 高沙族, 就嚇了一跳。 因為, 在1941年, 12月7號是日本騎襲珍珠港。 那12月7號, 有那麼的一百多家當中, 幾乎高沙族不少參與, 自殺義勇軍的。 連太平洋戰爭, 高沙族, 高沙族, 義勇軍。 他們一聽到義勇軍, 很多日本七八十歲的, 會掉眼淚。 去年我參加日本, 經過神社。 然後我們就討論, 有一個將軍, 他就做見證。 說, 你們當中有沒有高沙族? 我們都舉手。 我是高沙族的秀。 我高興的要命, 一聽到高沙族。 因為他回顧, 1941到1945年, 當中的太平洋戰爭。 有時候進入到, 辛吉內亞, 辛吉巴布尼西亞。 然後在那邊, 他做了一個分享的見證。 他說, 若不是當時的高沙族, 義勇軍救我, 今天我就不會存在這個地方。 反而那個高沙, 義勇軍先犧牲, 拯救了日本的幹部, 還有隊長, 還有將軍。 然後拯救了他們, 然後他們自己犧牲。 所以他一聽到這樣的事情, 他就老馬賽。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歷史。 那我本來沒有聽過, 我到日本的時候才聽到。 那當然, 這個都是很有精神的, 就是為了整個台灣的主權。 所以其他的政權, 都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只有日本時代, 除了政府高沙族以外呢, 開始就華民化。 1937年就開始華民化。 然後一直到1943、1945這一段的時間。 最後, 把台灣人, 包含高沙族, 當作自己的人。 讓那個台灣, 整體的土地, 都是讓自己的土地, 這樣的看法, 這樣的心態。 所以你看現在的, 無論是過去的整個, 從基隆, 一直到屏東, 那麼多的火車站。 日本做的, 真的是沒有話講。 嘉義的什麼八一, 有一個日本, 創作這個水道的。 他們非常紀念這個日本。 因為他把所有的專業智慧, 都放在貢獻, 讓了台灣。 所以一直到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遭書的時候, 把台灣的主權, 掌握在日本的國家裡面。 所以那時候, 所有館都在日本的天皇, 在手中。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初級班, 有聽過的。 我們重新再回顧一下。 然後看了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發現說, 原來台灣的主權, 就是在日本的天皇。 中華民國是劉翁, 他怎麼會有台灣的主權? 根本談不上。 所以就開始做, 任何歷史, 扭曲歷史的事實, 就開始編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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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到今天, 也是不夠。 然後, 繼續扭曲, 我們的台灣。 這個屬實, 真的, 這個屬實的歷史, 沒人知道。 只有我們台灣民政府, 秘書頂, 已經看出, 台灣人要出頭天, 就是要追出國際法。 要進入到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讓台灣進入到國際的戰爭, 這樣。 下一句話是什麼? 讓台灣回復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對, 讓台灣進入國際的地位的戰爭法。 對, 今天沒有戰爭, 是因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一項。 對, 但是也是要的屬性, 因為我們的親家, 他們的觀念, 也是一樣。 對不對? 沒有隆重呢, 我們的親家, 沒有隆重是爛, 穿像爛, 這樣是屬性, 不一樣呢。 我又說就沒人, 我們都說沒人。 好, 沒關係, 這是爛, 今天這塊, 大工廠。 今天, 我用三件事情來思考一下。 今天這塊, 中華民國。 實際上是這個議題兩面, 簡單來說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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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了。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在1912年, 然後到1949年, 逃到台灣。 可以把它下來, 弄下來掉。 所以我們同樣的, 觀念要怎麼改? 很困難。 但是, 應屬性, 來對這個觀念, 開始來屬性。 應該用事實, 恩實, 功能, 來改變個人的觀念。 因為改變觀念是不容易。 要改變自己, 比較容易。 但是改變別人的觀念, 就不容易。 但是我們可以用事實, 謹慎, 和他們知道, 讓他們的觀念就開始開始。 可以改變嗎? 要透過他自己的觀念。 就像我四十多年前, 我是古三祖, 我的太太是, 塞了一小子。 所以今天我可以說台語, 也是因為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很漂亮喔, 對我來說。 西羅小姐, 四十多年, 我們認識的時候, 她的爸爸媽媽, 蛤, 夾到那兒, 乖到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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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便宜! 哇! 那時候就開始, 家庭革命了。 我們在神學院認識, 在台北娘頭, 陽明山下來, 有一個台灣神學院, 我們在那邊讀六年, 我們在那邊認識的。 那當然, 我的爸爸說, 買啦! 我們反而怎麼可以, 不買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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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我不曉得, 我說, 我就跟我女朋友說, 不要啦! 我爸爸不肯啦! 我又不是要嫁給你爸爸這樣。 然後, 我們也親自到那時候的準月父母做這些聊, 談了以後, 那我這個準月母就告訴我說, 我知道, 你人很好, 但是, 我感到觀念, 不可以。 那, 我的女兒的女兒的女兒, 嫁到煩購, 也可以。 但是, 我的女兒, 不可以嫁到煩購。 哇, 這個觀念。 不過, 很清楚, 你們結婚, 不要告訴我, 這個好像背後有暗地什麼暗示。 好了, 我們結婚一年以後, 我就帶我的大兒子回西羅的娘家。 他看到, 啊, 我那兒子也是高水。 好, 我們所有奔奔台灣人都是高水啦!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看看今天, 我們進入到高級班, 我們初級班已經上了那麼多。 然後, 在網路, 在秘書長的戰爭時回顧也看了不少。 然後, 你可能碰到親朋好友在那邊討論。 但是我們還是重新, 這也算說複習, 但是給我們再充實。 因為秘書長講, 一次初級班, 高級班, 減載不夠。 法理點招再來, 或是有時間, 兩天再來, 又繼續, 在那裡討論, 來分享, 可以跟其他的同心多認識。 所以我們, 有的人就, 初級班, 高級班上完以後, 我有的是一次, 再兩次, 再三次, 再回來聽。 這也是一個時間。 但是我們看看, 除了, 給我們最大的工程就是, 要讓中華民國結束。 然後, 讓他回到金門馬祖平潭島。 這個地方, 其實美國跟中國, 中華民國都已經討論好了。 你們都有看過平潭島嗎? 有看到嗎? 那個金門, 小金門, 大金門, 那個大橋, 我想其他的講師, 可能有圖畫, 那我就用口頭, 來跟你們談。 實際上, 金門大橋也超不了, 已經做得不錯。 然後, 還有, 到廈門, 又進入到平潭島。 你看, 金門馬祖平潭島, 整個上個地方, 台灣。 所以, 馬英九這個人, 他也是很厲害。 趁機會, 他也知道他的時間, 時間不夠了。 所以, 他把所有很多的, 我們台灣的金融, 我們台灣的, 台灣血汗的錢, 都帶到, 建設, 平潭島, 金門馬祖。 好像一月, 我們有一個高砂族, A-MIST, 將近六七百個, 過年到金門, 在最建中, 來建築金門, 非常漂亮的一個辦公室。 高砂族就問金門人說, 你管, 這些大樓是要做什麼? 金門人說, 路館啦, 都是觀光啦, 旅館啦, 旅館啦, 結果A-MIST, 打到三個歲, 怎麼是旅館? 好像是上班的地方。 然後大理石喔, 非常漂亮。 他們在做那邊, 已經快完工了。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已經預備了, 準備, 再度門, 到金門, 還沒走路。 但是不是要扣我們嗎? 不是他自己改變, 我要走路, 好,我走路, 不是耶, 是因為有萬因耶, 這個萬因就是我們啦, 沒有我們的繼續, 最大工程。 我們沒有繼續申請身份證, 訓練許多的新人, 他還是很高興啊, 不一定走路。 當然我們確定一定會走路, 但是還是我們繼續做這樣的大工程。 有一個, 看你們在幾秒鐘, 或者是一分鐘來看這個, 前面都是九個圖案。 幫我調整一下。 前面都是九個。 好, 看到一個找到, 當中有一個八。 喔, 這樣快。 正中間是這裡喔, 這樣下來。 好, 我們拍一首鼓勵。 我們可能是有時候會, 在這個時候的我, 你, 可能是在八。 前面都是中華民國, 壓榨我們。 69年的時間, 都一直在這邊, 告來告去, 不是告來告。 那我們都活在這樣的經驗。 但是, 因為我們有路線。 我們這個八, 一定會突破這個九的整個壓榨。 你用任何的角度去解釋, 都沒關係。 好, 看你個人自己的角度。 好, 不錯喔, 我年輕人不錯, 馬上看到。 喔, 你以前看過, 這樣沒怪了。 好, 那今天, 我們看看, 是是而非。 他們用什麼樣的殖民政權, 來看。 1945年8月的時候, 那時候的中華民國, 因為正常的在中國, 然後他們的首都在南京, 那也參加了, 聯合國的創始, 創始國, 成為, 也算在五十一個國家的, 成為創始的國家。 但是到了1971年10月25號, 他們在討論, 我昨天再看一下他們的畫面, 在聯合國畫面, 哇, 那個鄧小平, 我很高興, 因為他已經贏了。 這個毛澤東, 不是, 蔣介石, 不在嘛, 我們是代表, 周舒凱, 那時候的, 所謂的外交部部長, 周舒凱, 還有幾個外交人員, 在那邊討論。 結果, 沒有辦法。 到了, 1971年4月25號, 聯合國就決議, 把中華民國, 真正的中國的代表, 合法政府, 就是PROC,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中華民國在這個, 聯合國只有26年的時間, 那他們認為, 蔣介石說, 漢賊, 不可以合作一下, 到底哪一個是賊, 那我們看看, 這樣, 我們初級班也很清楚, 這個流亡政府的整個的姿態, 整個的態勢, 整個的所有大大小小, 我們已經活在這個68、69年的時間, 我們最起碼, 做一個比較,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樣的狀況, 都是, 在這個69年的時間, 受到教育, 受到壓迫, 所以有的人在問秘書長說, 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對這個大學生的服貌, 要怎麼看法? 你們覺得, 怎麼看法? 特別年輕人, 問一下年輕人, 大學生在抗議這個服貌的事? 好, 沒關係, 有的人說, 那個是他們, 我們怎麼去抗議, 中華民國, 也是一樣, 你怎麼抗議, 中華民國, 也是用鎮報警察, 給你對付, 你不管好的, 我們當然同情, 我們不是說看不起, 受傷的大學生, 還有台中的一個理化老師, 不是說看不起, 他們真的是頭破血流, 那為了台灣人民的生活, 但是, 民主長, 簡單的, 這個實際上是, 兩個中國人的事, 當然是會影響現在, 最不好的時局, 碰到這個問題, 當然, 一般大學生, 有了正義感, 但是因為走錯方向, 那真的抗議, 他們應該要向美國抗議, 這樣才有效, 若是對中華民國的抗議, 給你一些甜點, 等一下, 我們就像, 1988年, 1989年, 1992年, 1993年, 我高三族在那, 行我頭對的時候, 還我土地的時候, 那也是我策劃當中的, 一個人員, 我們長老教會的, 幾個牧師, 都在推動, 1988年, 1989年的, 黃河土地遊行, 黃河土地, 代表三千萬的五三族, 頭一次, 有人說, 這是四百年以來, 頭一次, 五三族, 我住民, 行我頭對運動的, 抗街遊行, 在那邊, 黃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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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蝦也是少蝦呢, 1988年, 幾年了, 192014年, 哇, 26年了, 對不對, 26年前的時間, 那時候我也蠻年輕, 那時候精神也蠻奪手, 奪手, 但是, 在那裡看去, 行我頭對, 行黃河土地, 黃河土地, 結果有一個, 有一個中年人的狗耍狗, 人家說行我頭對, 結果他說行我太太, 行我太太, 哇, 嚇一跳, 啊, 我們是黃河土地, 怎麼說黃河太太, 原來被平地人騙走了, 難怪他說行我太太, 哇, 這個會有, 因為很多高沙族, 因為經濟生活不好, 那平地人有錢, 中國人, 所謂的外甥人, 有錢, 所以他們很喜歡, 把兒女嫁給這個, 所謂的外甥人, 就是今天的中國人, 難民民, 那些都是, 最後, 也, 也聊聊, 最後就沒有什麼, 只有山上說, 這個給你一些的山區啊, 好, 保留地, 還是, 沒有在傳統領域, 中華民國把, 傳統領域, 還有高沙族的保留地, 還是, 叫做保留地, 那這個保留地, 意思說是什麼, 保留地不是你自己的啦, 中, 這是中華民國, 你高沙族, 你原住民, 給你做保留地, 意思說, 你沒有擁有權啊, 你沒有所有權, 但是, 今天, 那麼好的地方, 都是人頭買賣, 很多財團, 把所有觀光好的地方, 山上的地方, 都賣, 都人頭, 來賣給財團, 這個台灣民政府就要, 收復回來, 把他回復到, 高沙族的土地, 所以,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 讓我們看到, 台灣民政府給我們, 一條活路, 剛才說, 近日的政象化, 國際的地方的政象化, 就是, 熟在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現在的政策, 主要的政策, 是美國, 所以, 究竟上, 和平條約的23條, 美國, 有支配權, 美國是, 台灣仍然還是, 美國的主要, 佔領全國, 那第四條的B, 就是, 美國有處分錢, 支配錢, 所以, 既然這樣的, 能, 他有這樣的權力, 所以, 台灣不可以獨立, 所以, 台灣為什麼, 沒有辦法獨立, 是因為, 在美國的手中, 你要獨立, 你還要跟美國, 來打贏, 你要打贏美國, 你才可以台灣獨立, 還不夠, 你還要向日本天皇宣戰, 美國獨立的時候, 靠法國, 才可以, 美國今天有獨立的國家, 任何的國家, 德國也靠美國, 讓德國也得到獨立, 很多的國家, 都要靠第三國, 來支撐, 來幫助你, 今天我們在台灣, 本土台灣人, 就是因為, 美國和日本天皇, 當作我們, 最大的後盾, 你哪裡找啊? 要怎麼找? 這是不是天佑台灣? 是不是? 真的找不出來? 天套過我們的避暑頂, 找到真好的道路, 讓我們台灣人, 我出, 有生命的道路, 這就是我們今天來到, 台灣民政府的重要的目的, 那當然我們都要一起訓練, 一起學習, 除了我們TCG的, 本土台灣人身份證, 理清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以外呢, 我們還要讓更多的人接受訓練, 讓我們的觀念, 把事實, 公義, 真理, 依法, 從法源論述, 戰爭法, 國際法, 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實際, 放在我們的心中, 讓我們心中很困難改變的觀念, 能夠改變起來。 這就是我們高級班, 繼續奮鬥的事情。 除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巨大的工程。 所以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只有台灣民政府這樣刷, 不夠刷, 不夠刷, 還繼續, 還繼續。 這就是我們的大工程。 所以我們在做, 偉大的工程。 我們要自認為, 是非常大的工程。 我們要自認為, 肯定, 這個就是給我們一條更重要的一條路。 我們必須要付出這樣的使命。 我們一般說, 我們在創造台灣的歷史。 我們做牧師來講說, 你在創造新的生命。 舊的生命過去了, 新的生命再活出來。 這是讓新的台灣人, 讓的台灣民政府。 那今天, 中華民國。 我們很清楚, 這一些的時間都在, 1912年, 1949年, 我們都看過了。 這個在南京的地方。 所以, 很多, 無論是, 進城邦也好。 或者是, 奧運, 亞運也好。 或是, 冬季奧運也好。 是不是用台灣的名字? 是不是, 不是, 是用什麼名字?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哇, 中華台北加油。 那奇怪, 有人說不是, 中華台北, 奇怪, 有時, 台灣加油, 叫我們搞分, 到底是台灣, 還是高山族, 還是什麼名字, 都分到, 中華台北, 後來他們簡稱, 這樣台北比較麻煩, 這樣中華就好了。 中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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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Chinese, 啊? 這樣不一樣耶, 中文講的中華, 跟Chinese, 那個感受不一樣耶, 對不對? 我們少年人, 中華加油, Chinese加油, 你會講什麼Chinese加油? 嘿嘿, 好像搞混了, 混亂了, 混亂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處境, 特別我跟高山族的年輕人, 你看, 台灣, 實際上是中華民國所栽培的, 那麼多的高山族的青年運動, 從洋傳廣也好, 一直到現在, 沒有繼續背後的幫助, 沒有繼續的栽培, 所以很多高山族的青年運動, 都是用酒, 濕一個濕一個, 我好你感知, 濕一個濕一個, 我好你感知, 結果在那邊, 人馬上啊, 就倒下來了, 結果就乾硬化了, 很多乾硬化了, 所以沒有菜,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要改, 台灣民政府對高山族有望, 我們的高山族, 也是對台灣民政府, 也是要有望, 這樣好不好? 就開始了, 青年運動也好, 唱的歌也好, 舞跳的也好, 喔, 高山族不比平地人輸呢, 咦咧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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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哇。 喊茶來 唱得非常好 一看到狗沙咒在那邊跳舞 很多的一起瘋年祭 但是現在都變調了 像賽夏祖三年拜一次 五年拜一次他們的矮人祭 五瘋苗栗 結果變調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所以有幾個真的我也看到 平地小姐就被強姦 他們說我也甘願因為這是瘋年祭 我說這樣的話就沒效了 所以這個台灣民政府都要改 所以為什麼秘書長說 紅包白包都要換 這個都是負債文化對不對 我們用掉負債文化 不是我們原來新台灣人的一個 真的要完全改變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做的一個最大的工程 所以我就跟高沙族的青年 阿密斯打棒球沒問題 台灣族乒乓球很有恩賜 泰兒族打籃球也有恩賜 無論雖然愛喔 但是他們排球非常有力幹勁 這些繼續推動整個高沙族的環境 我想很多高沙族的青年 對我們台灣人就不會很大的失望 而且會因為台灣民政府 大家同心就一起互動 平地人也好高沙族也好 都一樣一起互動 不要等到我四十多年前 我認識我太太的時候 聽到說 華娜 華娜 不愛 萬一你們的弟弟妹妹 和高沙族青年戀愛的時候 你贊同不贊同 哈 贊同啊 這樣一個生姨娘 我沒有說鼓勵了 萬一你們的緣分到了 或者是你們的弟弟妹妹 而且兒女緣分到了 不要煩惱喔 要考慮 好這是體外話 那所以同樣的 在那時候的中華民國 他們因為有碰到 沃克娜娃那邊碰到一個颱風 所以就用中華民國的領事館 來感謝日本 所以那時候已經很清楚 台灣就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那時候的中華民國很清楚 台灣屬於日本 所以他把感謝狀 來感謝日本政府 所以今天這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也是一樣 今天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們很清楚 有記載台灣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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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有沒有提到台灣這個字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他們很清楚 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不是中華民國 中國的土地 只不過現在就是搞混了 他既然成為進入到台灣 逃到台灣 就把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 所以當時美國就用台灣這裡當局 來遷罪台灣 所以這一段的時間 都是用流亡中國人 給我們創造模糊 那模糊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看 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只是地區而已 那有的是 在中華民國把太平洋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實際上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太平洋戰爭 那個地區 太平洋地區的戰爭 結果中華民國把它當作 中國戰區 就開始給我們搞混了 我們什麼都要接受 60多年的時間都在接受 所以原來當時美國佔領整個台灣 因為打敗了日本 那但是因為美國也是很厲害 他把最棘手的問題丟給人家 就剛好中華民國 國共內戰的時候 國民黨輸了 然後要逃到越南 結果逃到越南 結果逃到越南 他們不接受 越南人不接受中國人 因為他們很清楚 中國人的惡質文化 所以他們不接受 他們就一看說 欸台灣 好啊台灣 所以美國就說 就把這個台灣的 暫時的管轄權 就給蔣介石這個集團 所以當初原來 應該是要成立平民政府 按照戰爭法 你是征服者 你是佔領者 要做這個組織 新的平民政府 結果蔣介石不做平民政府 他就做台灣行政最高行政長官公署 他用行政長官公署來替代台灣民政府 所以他也做了軍事政府 成了台灣警備總部 所以當初台灣警備總部非常大 抓人就抓人 所以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 擺設恐怖又發生了 我們幾個高砂族也被抓了 所以這些事件一直從1945年 然後一到1949年12月 蔣介石逃到台灣 一直到現在的他的集團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嚴格說來 既然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政府 應該他是一個集團 姚家文都說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結果我們反應很多人 我們台灣民政府很多的心聲說 很大的詐騙集團是誰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有很多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他用這樣的時間 他用撥籤實際上是逃亡來到台灣 他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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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台灣人沒辦法嗎 討厭也沒話講 但是他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看看 在美國的政策就把台灣治理當局 然後真正的在1971年12月25號 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真正的中國合法政權 合法政府以後 所以美國就開始 他的政策就說 只有贊同一個中國的政策 雖然他們在很多台灣人 無論黨派也好都在反對美國 但是美國是依法 他用法律來成為真正的 一個中國的政策 哇 這好像帥的樣子 當初2004年10月25號的時候 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 他講了一句話說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而且美國只是委託中華民國 一直到現在的有效統治 不過他講一句話 更確實的是 在2008年8月 美國國務院回覆 回覆聯合國秘書長潘吉文的一句話 台灣不想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中華民國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同樣的一直到現在 還是一樣他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今天在台灣也是一樣 也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今天台灣獨立 台灣共和國或是建國黨 民進黨他們都在催促 他們用聯合國的177條人權宣言 每個人人權都有自由意志 用這樣的條例來告訴所有台灣人民 所以我們都有權利自己呼求 台灣應該自己走出自己的成立一個國家 所以很多本土台灣人說 哎呀對呀我們要成立一個 建立一個國家 所以一直到現在你要跟民進黨 或是泛律的要談論 特別是現在反服貌的大學生 可能他們的觀念幾乎也是說 應該是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沒有去研究戰爭法還有國際法 所以在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看看中華民國流亡到台灣 台灣 今年年初 中華民國 預算 整個的 呃 台灣人民 所 總收入 總支出的 整個他們的預算 差不多一兆九千億多 差不多快兩兆 每一年 每一年快兩兆 假如你有辦一些協會 我也辦過一些協會的 然後我才聽到說 這個是明的 有明的 標是有 下面 這帳目他們預算表有明的 標是 還有什麼 這個就是 事實而非 一體兩面的中華民國嘛 嘿嘿嘿 所以 無論是做民意代表的 他一定要摳摳自己的口袋 差不多了 好了算算過去了 結果我本來不知道 我做牧師很單純 我不知道說有暗的也有明的 結果一看到 看到他們的預算 咦 明 暗 所以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 我在 2000年到2002年 我做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重要幹部 我主持一個會議 就是主持一個 一個醫院 我們基督教醫院的董事會 因為15名的董事當中有7名是 不支持我們長老教會的總會 他們願意自己用董事的名字來改變 差一點要吞吃那個醫院 然後也影響今天的台南長榮大學 本來這個都是被他們通吃 還好 大家因為當時的共識 我那時候主持 然後我也被 也到 中華民國的最高法院的 台中地方分院 我這邊 我這邊受審問 他就跟我講說 欸 議長 那你們這個基督教的董事 是你們怎麼去分配 我把它最說明 基督教的董事 不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基督教的董事 對這個團體 或是學校 或是董事會 所有的財產 不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是以委託 受到我們 中華民國的董事 你們成立財團 財團法人董事的時候 要自己的財團 要自己的財產 是不是 是不是 要做董事會的時候 你必須本身有本錢 你有本錢 你才可以做董事 你有本錢 合股 合投資 然後來成立一個財團法人 你必須本身有財產 你才可以做董事 這樣是不是 是不是 大概沒有聽過了 我們這個是新的 可能有聽過 沒有聽過沒有關係 我就再告訴你們 今天中華民國的財團法人 當董事 你必須本身自己有合股參與股東 你才可以當董事 然後你股東多了 你的人脈多了 你不管好不好 你這個人好不好 你只要股東多了 我們推薦你成為董事長 才有機會當董事長 這樣啦 但是 基督教不是喔 基督教的便宜 媽跟便宜對台北 台東身體 還有淡水 這都是 媽跟便宜的當事會便宜喔 然後 身體也有 中華是基督教的便宜 也是我們 中華才善 到 還有辛勞 都 馬 馬道 馬道 也是 然後 那麼多的意願 是我們 是我們 長老教會的 所有的總會的人員 選舉幾個 有恩賜 有專業 成為董事 只有受委託 我們選你當董事 是受委託 這個財產不是當事的財產 跟中華民國的當事會不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個事情告訴法官 喔 這樣喔 這樣知道 基督教是受委託的當事 不是自己的財產 不是自己的財產 是受委託 所以 你也不能永遠做董事 受委託的董事 沒有辦法受永遠的委託 一定有任期制 三年後再三年 後再九年 要換 我們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條例 但是一般的 中華民國的財產 當事會不是喔 你能做 應應應應應應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 大概不是那麼 很多有很多有錢 當然就不知道這個董事的 但是 聽過也好 或是今天第一次聽到也好 所以最後 我就確定 已經違反了長老教會的法規 因為 當初是受委託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免職 我就發佈免職令 把七個 最後有一個是 他願意放棄 所以有六個董事 當時被我免職 是被我們所有 當總會幹部 中央幹部 還有各中會的議長 我們有二十一個中會 各中會的議長代表 然後 來免職 這個六個免職 喔 免職令 大家叫得要命 啊 那時候 那時候就說 啊 反了 這個反了做議長 當然就不知道 我聽到說 到這裡 我還沒生氣 我還沒出 出刀呢 還沒出燥呢 當然這不是 我是說這個事實就是事實 今天中華民國也是這樣啦 受到美國的委託 哪裏 不是中華民國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的財產 這樣知道嗎 知道嗎 好 辛苦喔 雖然 有些肚子沒關係喔 好 既然是這樣 也是一個事實 我把事實先開出來 一百五十年的歷史 第一招 基督教免職董事會 第一招 一百五十年以來 頭一招 就是古山祖主持的啦 這也是台灣民政府 要做事實 做真正的事實 真實公義 這樣好不好 好 你如果做中華 你做長官的時候 我們都要彼此勉勵喔 不要碰到我們呢 嗯 自己的真正 自己的真正 都是感情 秘書長說 變形喔 會痛喔 好 那這些都是歷史 但是也是事實 那今天中華民國 除了他用自己的身份認同以外 他用中華民族主義 來壓榨台灣 所有我們 我們是中華民族主義 都是中國主義 哇 結果很多人說 真正是不是 但是我們看看 實際上 不是一個兩個國家 我們今天最近 最近看到這個發行中華卡 原來這個張亞中的 張亞中教授 他首先在2009年就開始 在討論中國評論的一個雜誌 在討論中華民族 所以他們覺得說 我們來做一個統一卡 然後一直討論 本來台胞證不是嗎 要到中國用台胞證 他們就想盡辦法說 好我們來做一個通行證 這是永久免簽證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厲害 都在學習美國的 所以實際上 真正的是 我們看看這個中華民國的流亡難民 他用中華卡來認清 我們就要分清楚 這個漏掉一個字 那台灣人 我們用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美國核發的 來做理清 那他們拿到中華卡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也告訴你的朋友 喜歡到中國的 寧願做 如果有台胞證 就繼續簽台胞證 不要用中華卡 你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通行證 那個就是變成統一 永久免簽證 要注意喔 必須一定有講喔 假若你拿到這個就 趕快放棄 不然的話我們執政的時候 把你當作中國人來看 那時候就要 五六年的居留證 那不一樣 那當然我們有幾個高砂主 我是這邊的人啊 我是土生土長 一樣啊 很多台灣人都是土生土長的 也不是住在別的地方 也不是生長在別的地方 也是生長在台灣 但是那些台灣民建戶 如果一旦執政 你沒有申請身份證 乖乖的 你就跟著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也是中國人 那當然他們會 我們用新聞 或者是用電視 一定會有一些一段的時間 來去宣傳 讓所有台灣人能重新 不過那時候已經可能超過41萬 因為台灣人是靠西瓜的 那時候已經西瓜大 哪一個是西瓜大 就往那邊 現在今天是 所以我們說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中華卡 那裡面中華卡 他特別寫說 他以為是用和平發展 他先用和平發展 然後再用這個簽署合約 他們最大的問題 在2010年6月的中華評論那邊 150期提出了七個方向七個目標 這個中華卡的 第一個簽署和平協議 推動文化統合 推動貨幣統合 推動經濟統合 然後強化 身份認同 建立 指格利益性機制 這不必戰爭了 但是我們看看有 這邊有一個和平協議 這個協議是 不是條約喔 這個協議的英文是 agreement 是 the both side become agreement 他們簽訂這個協議 跟那個 真正的treaty 條約treaty 不一樣 treaty是 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定律 協議是 不是國家的 是一般公司的 一般民間組織的 組織這個協議的 所以中華卡就是用這樣的 預備發行 那這些身份認同 重要就是 他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 都彼此永久 住在台灣也好 住在 中國也好 希望都被 拉到中國 這樣的中華卡 特別注意 那他們的目的就是 不必打台灣了 買台灣 差不多了 你們知道 現在 凡福貿友當中有一條 六百萬台幣的金錢 可以來到台灣設小商店 然後這個商店呢 你可以帶另外兩三個中國人 自己的親人 來做你的工人 住了四年呢 你就可以 申請中華民國身份證 然後 中華民國身份證有了 你就可以參加選舉 可以參加選舉 中華民國的選舉 然後 六百萬喔 哪是用六千億來算 有的人說 因為一個商店 三個人 然後六百萬 三六十八 十八個人 然後十八個人乘以六千億 多少 至少有一百多萬 有的說 差不多一百八十萬 十年當中 至少有一兩百萬 進入到台灣 好我們非常歡迎 我們的客人 日本的客人 我們大家可以 好我們交給 我們沙蓋來 我們高級班的同學 他們是也參加我們 日台的精英 這次來的 是四位代表東京來的 那這一位是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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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永 掌聲鼓勵 神村 這次他們來這裡 第一次看到 上去看到四五百人 有一點驚訝 那麼多人 然後告訴他們 這邊是高級班的 是嗎 所以讓他們知道 台灣民政府在這個地方 實在是不一樣的 那個部長要不要代表幾句話 大家好 好 我今天 我這次是 負責 向他們照顧 要大四天 五天四美 要叫賀 賀跟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理念 所以 現在是很年輕 人們 越來越多 現在 大家看 我們人們真的學習 他們也感到 鼓勵 希望大家 発修成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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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 我們 非常高興 有這個新的客人 他們這幾天 會跟我們幾個大學生 會跟我們幾個大學生一起互動 我們再次拍手 謝謝他們 所以我們看到中華卡 這個就是實際上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目的就是不必打台灣買台灣人就夠了 所以用這個浮帽裡面的按鈕 有很多的條例 我們不小心 但是這個是兩個中國的事 這是兩個兩方中國人的事情 我們臺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是無期的 這樣好不好 他有給他們機會 所以晚上也是一樣的 當時接受投降的時候 受美國委託也受了八國聯軍 或是幾個四個聯盟國 他也能委託了蔣介石 那蔣介石請陳怡代表 所以他們也很厲害 也是暗截 看清楚是中華民國的討難的國旗 這個裡面有看到嗎 這是什麼國旗 還有這個上面一個美國國旗 所以奇怪 還有既然是接受這個投降的 他們認為說這個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是怎樣裡面有美國國籍 這就是美國仍然還是佔領台灣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好 我們也看到 知道說中華民國光復節 也不必解釋了 那今天他們把 法原法律也搞混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一體兩面 是世事而非的問題 那怎麼怎麼說 實際上 不是獨立的國家 就沒有外交部長 他們以為是外交 所以就請了這個小國家 好高興喔 那時候就 這個甘地的 甘比亞總統 他也來這邊 然後有一個 從2009年11月的時候 本來是4月喔 你看 然後11月就突然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新聞 跟他們的宣布文告書裡面說 突然宣布以台灣斷交 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搞台灣斷交 不是台灣啦 不是台灣啦 是搞 這就是他們的事情 好這個就是 實際上不是台灣是 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 我們為什麼會常常被 模糊地帶就是這樣啊 我們沒有清楚啊 是因為 我們今天是參與民進府 所以我們才清楚 是不是 假如我們沒有參與 我們沒有參與 我們沒有參與 我們沒有訓練 我們哪裡知道真正的事實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讓我們獲勝 我們獲勝 好 那同樣的這些都是一樣的 那再 特別一個關鍵性 本來 英國的邱吉兒 還有美國的羅斯福 還有中華民國所謂的蔣介石集團 蔣介石還有蔣宋美玲 他們四個在那邊討論 在開羅宣言的時候 那個都是 是協議喔 是意見書喔 不是treaty喔 不是教育喔 不一樣的 所以 開羅宣言而已 不一樣的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讓台灣平利啦 蔣介石高興的要命 那實際上 還好美國 他們有一個誕書 但是你不能擴增你的土地 你也不能侵入他國 秘書定說 天佑台灣啊 那時候就 剛好 1950年5月 6月25號 剛好 毛澤東 周恩來他們 的集團 就進入到 韓國 韓戰爆發 也是中國人啊 所以 那時候 美國就 控告 把這件事情 向聯合國反映 一樣的 1950年 在11月的時候 在那邊討論 這個 中國 侵入韓國 然後 分了韓北 南北 爆發的 這個戰爭呢 把這件事情 美國就送到 聯合國做討論 他們接納 美國所討論 誒 你們已經談好了 不能侵入別的國家 你既然侵入別的國家 你既然侵入別的國家 那台灣 當然不是你們的 這是他們在 Memo裡面 也講得出來 然後 那時候 已經違反了國際法 所以那時候 中國 中國就 抓住機會 那他們也是在 1950年的時間 11月 他們也控告美國說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控告美國 也派了 五修全 九個代表 九人小組 到聯合國去控告 美國說 美國 侵犯 我們的土地 台灣 這樣 聯合國告訴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那拿出證據嘛 拿出證據 台灣是你們的領土 從那時候到現在 九個代表 九個代表 也是 沒有那個堅固 你們知道 2009年 六月的時候 習近平 就到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他們說 我們中國有錢了 我們可以買台灣 日本天皇 阿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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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回答 我們土地 不會賣的啦 我們日本天皇的東西 不會賣給別人 所以他就回來 所以他那時候 習近平他知道 很清楚他是接班人 中國領導者的接班人 所以那時候 他也清楚 原來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他想要用錢來買台灣 所以那時候的買 一直到現在 還是繼續在買 欸 還繼續做買賣 用台商買我們整個台灣人民 用留學生買年輕人 你看 中國留學生來到台灣幾個大學 中華民國有沒有付給他學會 有嗎 有啊 有獎學金 結果我們幾個大學生苦哈哈哈哈的 特別是高砂族 哇可憐的要命 東界西界南界北界 好 這是今天的處境 但是我們看看 這個蔣介石在1946年1月12號 把所有的原來日本的國籍 全部轉換到中華民國 這個都清楚了 這個預備 所以年一日你們要考軍手的時候 可能會出題 我不曉得了 我們是考前拆題了 好 這個都 這個都要知道 為什麼會把這個日期 你們上過了也聽過了 我們再重複 好 這些都是年代年月日 一眼新台幣 好 這個是這樣的時間 好 那今天 比較困難度的是 我們怎麼會做一個 還有一個 你們也聽過了嗎 袁山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有 是怎麼民進黨在這裡成立 蛤 好 袁山飯店知道了 是怎麼1986年民進黨在這裡成立 跟你說 民進黨是不是反對國民黨 國民黨是不是反對民進黨 對啊 因爲什麼飯店是國民黨的 真順美人的 奇怪咧 對一個人 怎麼可以讓那麼好的 我們的袁山飯店給他成立 有沒有內幕 有沒有內幕 有 就蔣經國講了一句話 你們可以成立這個黨外人士 黨外開放黨進 什麼都可以 但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件 就是 不可以改中華民國的國後 中華民國不能改 其他什麼都可以做 其他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中華民國不能改 阿比 在第二任 第二任 連任總統選舉的時候 好 我也成功 我最無數也是 幫助阿比 阿比 阿比 東川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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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高興的要命 結果阿比說 好 我第二任的時候 我一定會改國號 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共和國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他怕 拍手的 結果我要自憲台灣共和國的憲法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哇 大家拍手的要命 喔 我在那裡也是這樣 少瞎 結果 第二任 中華民國 我 第幾任總統阿比在那邊 就職 我是中華民國第幾任總統 就職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有說好中台灣嗎 有嗎 沒有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的憲法 有說台灣的憲法嗎 沒有 然後 最後 最後 他本來都很高興 結果 他做了一段時間 很多民進黨 很多人士說 你不是要改嗎 很困難 因為104條那邊有寫 你違背以上的誓約者 判104條 100空4條是什麼 4路1條啦 你違背誓約者 就判是刑 所以 阿比說 我不行做 就是不行做 這樣啦 好 雖然超過一兩分鐘 很高興 看到各位 有這樣的打招 我們還要繼續打招 來打招 我們還要叫他才說 這樣啦 沒關係 我的時間到了 如果有時間 是 給他們說 這樣好嗎 好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學校會睡10分鐘 下課休息10分鐘 好 謝謝 感谢观看